接下来我们就去聊股市 就是知道我的朋友都知道 其实我很不好意思 就是我研究生读的是金融专业 就是我们就是研究生导师 有一个特别牛的人 叫做黄一平教授 是国家就是中国银行什么数字货币委员会的委员 就是很牛的人了 他在给我们讲课的时候说 他去炒股自己都是亏损的状态 就奉劝我们就是千万不要觉得自己是天选之人 他就用了一个就是美国的那种 就是就是这种专家的观点吧 就是说好比说就是我跟我的粉丝 大家好比说有一千个人吧 现在我们一千个人就像去参加就是野兽先生 或者鱿鱼游戏这样的游戏 去蔡哥开的一个自主餐厅 这个自主餐厅里面琳琅满目 从天上飞的到地上跑的到海里游的 到各种各样的蔬菜到各种各样的甜品 零食应有尽有 而且完全免费 这是完全免费的 就是只要是谢老板领进来的一千位粉丝 都可以去蔡哥的餐厅免费吃 免费吃自主餐 然后我们这一千个人又很激动啊 我们就坐了几十辆甚至上百辆吧 大巴准备去蔡哥的自主餐餐厅去吃自主餐 这时候蔡哥说其实我的规则也很简单啊 你们一千个人都可以随便吃 吃多长时间 然后你想带多少东西出去 注意啊 蔡哥这个餐厅不管你不光你可以吃饱 并且蔡哥说你可以往外带东西 你想带多少带一个麻袋带什么都可以 但是蔡哥这个餐厅唯一有一个事情是说 他有关门时间 你也不知道蔡哥这个餐厅什么时候突然把门关上了 关上的那一刻留在餐厅里面的这些人 也有可能我也在啊 我就需要去为就是跑掉的那些人买单 好比说跑掉了一千个人跑掉了九百个人 那我们余下的这一百个人就要为那九百个人买单 这个就是股市 这个股市其实按照一个英文来说叫做unpredictable 叫做不可预测 没有人能够预测 特别是中国的股市 没有人能去预测 因为大家哪怕一些 比如说SANS就是有一些 好比说突然发布了一些规章制度啊 然后有一些地缘政治的影响啊 有一些好比说突发性的黑天鹅事件啊 都有可能让这个股市突然的暴涨或者暴跌 这个时候好比说我们继续留在菜哥自助餐餐厅里面的人 因为贪婪嘛因为grady 因为我们留下的这些人都很贪婪 都想要更多 好比说我外面还有老婆和小孩要养 这个时候我自己背了一个硕大的麻袋 想把最好吃的东西留给自己的孩子和老婆 我自己甚至没有顾上自己吃啊 我不停地往里麻袋里面装东西 但是菜哥自助餐厅关门了 这时候跑掉的人他就跑掉了 带着现金离场了 但是没有跑掉的人 好比说我们这些人 也有可能不是因为贪婪 真的是因为博爱 因为爱留在了这个餐厅里面 不管什么原因留在餐厅里面的人 菜哥说菜哥就是一个特别冷酷的人 留下来 不管留下来900个人 留下来100个人 哪怕留下来一个人 你都要为那跑掉的人买单 这个就是股市的规则 那这个时候有朋友问 菜哥什么时候关门 谢老板 既然菜哥跟你关系这么好 你知道菜哥什么时候关门吗 对不起我不知道 有可能我也留在这里 而且我如果我留下了 我也要为我的爱 或者因为我想跟谢蜜 留更多的好吃的 我不小心留在餐厅里面了 也有可能是因为我想吃更多的好吃的 我想吃更多的大龙虾 我想吃更多的帝王蟹 我留在这里了 但是我也得买单 哪怕我跟菜哥关系再好 菜哥也不会告诉我什么时候关门 这个就是规矩 如果你觉得你从坊间的传闻 从所谓抖音上面的民间炒股专家里面 能去知道一个神秘的代码 能去知道所谓的内幕消息 好比说进入他所谓的知识付费群 以为能够改变命运 也有可能这一次就是因为侥幸 你赚到了一些钱 或者是说你带着 从菜哥自作餐厅里面 带着很多好吃的东西买 再而归出去了 但是下一次 没有人能够知道 因为你通过侥幸赚来的钱 在下一次有可能 你就会还回去 也有可能下一次你依然幸运 幸运之神依旧眷顾你 你去看辛德勒的名单 里面有一段不就是一个德国人 去开枪打一个犹太人 连打了好几枪 枪都卡壳了 最后这个人得以免于一死吗 也许幸运之神一直眷顾你 幸运之神的光芒永远都照在你头上 你觉得自己是天选之人 但是这样的好运会常在吗 当然也有可能啊 因为任何事情都是有他的可能性在里面的 任何事情都是一种博弈吗 你觉得菜哥不会关门 然后我吃了一口 我就觉得菜哥有可能关门 我就跑了 也有可能你赚的不多 你就跑掉了 有可能你因为自己实在是吃了太多 你跑不掉了 硕数硕数如实我数吗 有可能你也没有跑掉 所以股票这个游戏 是我们正常的散户能去玩的吗 我觉得必须不是 所以身边的朋友问我 大盘会不会涨 说是你学过金融 你告诉我大盘会不会涨 或者是有身边的朋友说 我特别会看K线 我觉得这个东西 现在就是已经到了底股了 这要触底反弹了 也许你说的是对的 如果你说的是对的 证明你说的是对了以后 你就可以在别的人 你的朋友面前站起来 跟他说 你看我就是股神 我预测的都是对的 但是你能次次预测对吗 人不能为以前的经验去买单 好比说你买了一只股票 它一直长红 你去 因为它一直去涨 去买了它 也许你买的那一刻 它就开始跌了 所以我从来不奉劝 别人去炒股 这个玩意就像赌博一样 我觉得真的和赌博没有什么区别 如果你 我是这么想的 如果你是有那种特别侥幸的心理 你又是单身 你没有家庭 你年轻 你也不怕悲战 那你可以缩哈 你甚至可以用杠杆去炒股 但是如果你有家庭 你又是一个比较脚踏实地的人 那你可以 大家都说嘛 因为资产 你真的有一些钱的时候 你好比说有100块钱 你可以把它分20%到股市上面 而且里面不是有那种什么风险评估吗 什么R1到R5等级 你去做个风险评估 你觉得你自己心理承受能力 能把这100块钱里面的20块钱 全部亏光 你也无所谓 我也能非常潇洒 在外面依旧谈笑风生 那没问题啊 就像福建去攻打东晋的时候 人家谢玄在那边 大军都要渡过来了 还在那边跟人下棋谈笑风生 那个时候你觉得他不自己慌的一批吗 我觉得他也是慌的一批 他没有办法 知道慌和不慌 对于整个命运的安排 都没有办法去左右的时候 那你只有假装正定 我不觉得谢玄不慌 如果我那个时候 好比说我也是个五六十岁的人了 这个时候我也是享受过帝国的荣耀了 这个时候我也没有办法 我就算慌 显得我自己没有东进民事那种 什么那种风骨了 这个时候我也没办法 我只能跟泰哥面对面坐在一起 继续下我的围棋 或者象棋 没有办法 没想到命运之神 又一次眷顾了东晋王朝 然后因为一些 好比说就是这种 士兵的这种什么滑变之类的 突然一下整个大军都崩溃了 有些时候就是黑天鹅时间 你自己觉得自己信心满满 觉得今天稳超圣券 所有的利好 所有的信息都说股票能一直涨一直涨 甚至还有人跟我说 很快就要到四千点了 我觉得就算很快到八千点 到一万点 跟我都没有关系 因为我不参与这个游戏 就是有人可能会说啊 说你是个做衣服的 你为什么要说这些事情 其实我就希望 就是我希望我的粉丝和我的客人 都能够踏踏实实的 不要受这些就是外面的事情所诱惑 无论你怎么样 你挣了一些钱 或者之后你亏了很多钱 不要因为这些事情 去影响你整体的心情 当然了 人说挣钱还难道还心情不好吗 那你看抖音上面晒了那么多 什么一天赚了多少钱 你觉得我羡慕吗 我一点都不羡慕 因为他一分钱不分给我花 我有什么好羡慕的 他这个图是不是自己做出来的 或者哪怕 他真的是一天挣了一百万一千万一个亿 我希望 他如果能去买我几件衣服 那我肯定跟你说几句好话 我说老板你真是股神会操盘 肯定说几句好话 关键他也不到我这来买衣服 关键是 他也不去做任何社会的回馈和福利 就是在那盲目的晒自己的成绩单 就好比说你是个好学生 次次考一百分 你每回都把成绩单晒出来 告诉我你考了一百分 你想我说什么 我又不是你亲爹 我又不是你亲妈 你现在给我晒一百分的考试卷 我只能说你这个人挺爱学习的吧 你让我再说一点好话 我都说不下去 另外一句好话了 可能跟你说一句再接再厉吧 愿你一直保持 愿你永远都考一百分 愿你人生 事事事如意 永远都做最正确的选择题 就像我今天其实想和大家去分享的 就是说 就是人生有无数个插路口 你有没有可能每一次都踩对插路口 我觉得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为任何一个哪怕 我在一个地方种田 我都知道 有可能我特别努力的去种田 但是今年就改上自然灾害了 好比说虫灾或者是水灾或者是旱灾 哪怕我再努力 这个事情也不一定成啊 所以也不要去抱怨那么多 我觉得就是现在 就是很多就是人 就是有个比较大的这种矛盾的这种问题啊 就是说 大家总是把别人的事情说的头头是道 好比说就是 我05年的时候注册了一个地方叫做豆瓣 在豆瓣上就是平时喜欢写文章嘛 就是我经常跟大家去分享 说以前特别喜欢写小说 觉得自己以后能成为一个三流作家 或者五流六流作家 就觉得自己写总也写的句好 你知道吗 就是很写的很细腻 然后那时候豆瓣女神嘛 就是有两个 一个叫张庆月 一个叫婉婉 然后现在把大家都说 婉婉就是走的路特别不好 说是 为什么就是你明明能打这一手好牌 最后老是靠男人 说靠男人去上疙瘩 然后又是靠男人现在什么生活什么的 我觉得这是别人的自己的选择 他自己觉得过得不错 哪怕他自己没有向别人哭诉说过得不好 我们有什么权利 去天安去点评别人 去讥笑和挖苦别人呢 我觉得完全没有这个必要吧 其实我是一个相当critical 相当挑剔的人 但是我 其实你们从我的谈话风格也能知道 其实我对很多事情 因为我是个摇滚青年 我对很多事情 我不是太去看得惯 但是 人要打开格局 就像我去做衣服的时候 大家都说我服务做得好 服务做得好的前提是说 你得去牺牲自己的利益 去满足自己的客人了 这时候你能不能把自己的格局去打开呢 好比说有的客人说 我衣服穿了几个月 说是破了个大口子 说是树枝滑开了 正常的商家干什么不理你啊 你跟我说 你跟蔡哥 好比说旺旺后台留个言 你寄回来就是了 然后我们去 无论是给你做一个修补 或者是说无法维修了 但是你买了很多 你是我一个忠实的客人 我哪怕给你寄一件新的 我也得让你开心 因为这个事情对于我来说 只是一件衣服 但是一件好的服务 会让客人能去开心 我觉得能去 就是牺牲自己一点点小的利益 能去让别人去获得幸福 上面有哪怕一点点幸福感的提升 都是一个好事 也不会谈不到积德 都是一个好事情 大概就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就是一定要去 把服务这些细节去做好 人无完人 你不可能说百分之百 衣服都是好的 不可能吧 你去无论是买电子产品 你去买汽车 里面都有可能有一些小的瑕疵 瑕疵不可怕 你怎么样把这些瑕疵去弥补 怎么样能去把后续的这些售后服务去做好 我觉得才是一个品牌正确的去应该去做的事情 而不是说我去推卸责任 你看你们平时看 我在群里面 我哪怕那么多个群 别人说我衣服 有时候有瑕疵 我从来都不是说 这是我的问题 不是都说都从来不说 就是这是客人的问题 我都会说这是我的问题 有则更改 无则加冕吗 这有什么 我觉得 就是大家现在 就是大家力气比较重 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还是要去 多去关注自己本身 我觉得关注自己本身和关心自己身边的这些人比较重要 我觉得说你自己胆子大 足够的大 也有足够的心理承受能力 也没有高血压 也没有这种什么 就是也有足够的资金吧 也没有家庭的束缚 你赚了或者赔了 也没有人去能去干涉你 也没有人能去 就是你就是一个霸王 你已经无法无天了 你像螃蟹一样能够横着走路了 那没问题 那你就去炒股 我觉得这个天王老子来了都管不了你 所以就是股市这个事情 就是在特定的人你可以去干这个事情 但是如果你有一点 就是自己的自知之明吧 不觉得自己是个天选之人 就是无论是从小 这么小的小朋友 小婴儿到成人 你都觉得就是对世界有个认知的话 我觉得你不应该去碰股市 当然了你也可以做分散投资 你也可以去拿出一部分的钱 但是不要全部啊 我一直都是说一个很辩证的观点 你一定不能全部 好比说梭哈 因为网上不是现在有段子吗 说是国庆之前什么 有人又是抵押了房子 又去把所有能去借的贷款借了一圈 然后能去把身边所有能去借款的朋友 也去借了一圈 说是在家杠杆 然后国庆之后去干股票 我觉得这个就是天台剑吧 真的是天台剑 我祝你好运 我祝你早日成为一万富翁 但是这个风险实在太大了 说明了 这个风险实在太大了 我们这个风险的随意